看看新闻网 同时在目前现场 他们还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尽头带到远一点的地方 就是他们要来研判 昨天这一架复兴航空班 已经在意外坠机时的路线图 他们爬上去除了要找寻撞击点之外 还要的就是搜寻整个机身的残骸 目前非常多的官兵是爬上了屋顶 而由于昨天这起意外事故 整个造成严重的死伤之外 也造成了在马公机场附近 一公里之外 这个西西村里面超过十几户的民宅 严重受损 可以看到整个屋顶几乎是被撞烂了 甚至还有房子的砖墙 整个是压毁了一旁停在门口 这个轿车 上面都是非常多的水泥块 整个是压毁了 我们整个来看到 就是整个实施进场主体结构 这个复兴航空班机 昨天在坠机之后是烧了起来 因此在整个机头部分 还有这个机翼部分 都有非常严重的烧后的焦黑痕迹 而且机身是破成了好几节扭曲变形 几乎是无法辨证其他的部位了 包括了椅子舱门都飞到了附近 这个房舍的屋顶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三栋屋子之外 就是这个复兴航空坠机的机翼 在三栋之外 可以说是昨天在坠机之后 整个机体在分解之后 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伤害 是 aqueles有趣的 那是什么东西 绝对 再来说是一个伤害的 这肢而言之后 那是第二个伤害